牧師說這個經文是神為愛他的人 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經文說些什麼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我想問愛他的人是一些什麼人? 信耶穌的人 還有呢? 信耶穌而又真是我耶穌跟從耶穌的人 我相信是尋求耶穌 即是無時無刻 你是愛耶穌又甘酬耶穌 但是你是在某個時間之內 即是每天都想追求耶穌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理解這句說話以後 給他的眼睛未曾經看見 未曾聽見的人心也未曾想到 其實我們就會覺得我們每一個信徒 如果是在任何一個環境之下 你是很愛慕耶穌 很塵頭耶穌的真理之下 耶穌就會給以下的東西給我們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有經歷 包括在我們日常的生活之中 都會有經歷 就是當你突然間 我很記得牧師說過一個故事 就說他搭飛機 去到那裡他忘記了一隻錶 那隻飛機就飛了 飛完了 突然間他又要打電話去換護照 又說換機票又不行的 後期突然間就說 再去櫃桌那裡問 再去櫃桌那裡問的時候 然後他說 我的飛機回頭 這個就是一個見證 如果一個是愛神的人 在尋求神的人 就是神會有一個很 就是一些計劃 是你們人去 人去計劃 是計劃不了這個計劃出來的 但是神的計劃 就是給你一些出乎意料的計劃 你是沒有辦法想到 為什麼會這樣做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出現 我自己的理解 這個經文就是這樣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就是神會有預備 神會為他愛人所預備 還有是有恩典 還有給我們去經歷他 我亦都相信這個經歷 亦都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當我們完全不用人的角度去尋求 屬於地上的一切成 神的奇蹟就會在我們的身上出現 亦都可以經歷到他 是嗎 牧師 是 OK 非常好 你現在好像回答問題一樣 因為你是在做的 就是在講 好像說什麼恩典 但是我想你用一個 講信息的方式 你下面試一下 用一個講信息 如果你可以的話 如果你不行 OK的 講什麼信息 用這個經文來激勵人 講一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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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關於 是不是我的分享見證 是不是 不是 就是用這個經文解釋它 又將它好像講信息 這樣講出來 如果你做得到 不要緊 如果你做不到 就等一會兒 可以第二個 我明白 OK 好的 就是你所做的 只是回答問題 就是說 你講到恩典是什麼 或者愛他的人是什麼 這樣 你就不是一個激勵性的 信息的方式